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听完 我有个副局长说 银发是否一个正式的 正确的概念呢 不要紧要 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 其实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也可以去分享一下 好处和不好处在哪里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 所谓叫做 有人叫做 年长化 老龄化 成熟型 用什么字语呢 我相信就是做市场学的朋友 应该是你们是专家 但是我都很想从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角度去分享一下 究竟在市场的里面 我们会碰到一些什么机遇 或者是一些挑战呢 全世界都是人口越来越成熟 所以年长人士的比例是越来越多 大家看到这里 我们预计 全世界来说去到2047年 很特别 这个2047年 2047年 15岁以下的人口和65岁以上的人口是一样大 现在现时有一些国家 或者地区 15岁以下的人口更大 但是你看到里面有不同的国家 或者地区 有一些 比如 举例就是 我们讲的 比如说在西班牙 去到1991年那时候 已经在那个人口结构里面 65岁以上的人 已经是和15岁以下的一样大 我们经常说 赚某一类型的人的钱是最容易的 赚小朋友的钱是最容易的 因为那些父母都很愿意去 摆钱来投资在小朋友身上 用在小朋友身上 但其实社会这个人口结构已经开始改变 我们预计 比如说在中国 去到2020年左右之后 那个人口结构也会有这样的改变 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怎样去看 那个将来的人口结构和市场的关系呢 那么这个就是香港的人口的趋势 但是我相信不需要多说 大家其实都明白 就是说 我们见到的现象是一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 有很多人会觉得 咦 人口老化 越来越压力大 但是我会看另外一样东西 其实人口里面 年长人士越来越多 其实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生活质素是越来越好 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 让我们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 那么所以在香港来说呢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变化呢 就会很明显的 只会随着年月的继续过的时候 我们去看回人口结构里面 年长人士也都会是越来越多 那么从消费角度 当然这件事是对我们有影响 从服务提供的角度 也都会有影响 所以在我们一些不同的文献 在学术上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去指出 人口的结构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对于那个市场 其实是有利的 因为有利因素就是说 那个消费群 其实是越来越大 无论我们叫它做银色市场也好 熟灵市场也好 或者是一个比较成熟型的市场也好 那个市场的壮大 其实有人会去预计 在不同的研究里面都预计 在未来的20年 是增加起码30% 所以在那个消费的状态的改变 我们其实见到 跟我们一般以前去想 我说年长等于身体健康不好 所以他们是去需要一些健康产品的情况 那个环境就不同了 而不是从一个补救性 可能是从一个建设性 或者是从一个叫做 发展性的空间去看 因为我们会接触到 更多更多的健康的年长人士 所以在我们那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样东西会看到就是 我们经常都在说工作年期的改变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工作人口 劳动人口的结构 但是比如举例就说全世界的趋向就是说 以退休不是一个硬的年期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在说退休之后 或者是退休年期的延长之后 其实中间都在说他们那个叫做赚钱的能力 可能仍然会继续持续 所以也都代表了一个将来比较有潜质的一个经济的结构 是可以导致到在一个消费市场里面有一个正面的看法 当然购买能力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可能大家会去想就是说 究竟我们对于消费的角度是怎样 那金钱的看法 其实随着年代的改变都有不同的改变 可能我们今天去看现代的一代的所谓叫年长人士 或者是年龄层比较高的人士 他们仍然都倾向于我们要省 要抵抵 要存钱 但是同时也都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年轻人 慢慢慢慢去 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们要求的东西就可能他的担忧也都少一点的时候 他们那个的消费空间也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有一些的研究也都讲到所谓一些有限一族 有时间 有能力 有资源的人 那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会更多的闲下时间 那他们未必是真的个个躲在家里 也都很多时候会出外 也都会做很多其他的活动 也都可以增强了这个市场的情况 当然了 我们也都看到有一些的研究或者一些讲到 就说香港的长者一些新的特征 总括来说 我们看到经济条件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其实是会越来越正面 新起的科技和文化 其实作为本身呢 是一个focus之外 也是一个吸引力 因为这个吸引力 会影响到有越来越多人 对于这些产品或者是一些消费模式 是更加有兴趣 重视生活品质 积极活跃参与 其实都是构成了消费市场壮大的一些的基本条件 那我们看回香港那个长者那个 或者年轻人士那个社会经济状况 那我们看到譬如说 根据我们统计处 不同年代的一些统计去归纳了 我们举例说教育程度 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上升是越来越多的 意思就是说 受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 如果用2001年的时候 在6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18%是这样 但是去到2015年已经40% 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对于生活本身的认识 对于其他科技啊 或者新事物那个的渴求 也都会越来越增强 劳动参与也都是上升着 就业的收入在某程度上也都会有一个改变 但是问题就是说 可能在消费的模式方面 对于我们来说 是怎样呢 这些简单的数据给大家去参考 作为一个背景 有个人入息的年长人士 在60岁以上占大约是95% 那当然这个个人入息 在政府的统计里面 就包含了所有的入息来源 无论是公共的资源也好 私人的投资收入也好 或者是工作的收入也好 但是我想 我们去看回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开支的概念里面 我不逐个说了 但是看到就是说 其实那个总开支 其实是说这个是当年 2009年的情况 那么在一些的研究数据去说 就是说 其实在香港那个的熟灵商机 在整个亚大区地区 15个国家里面 我们排行第二 仅次于新加坡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那个的经济条件 其实比在伦敦地区 我们都是比较好的缘故 那么所以有人会预计说 未来2020年到2025年呢 那个的经济的条件 是会进入一个高峰期 那么预计的经济的收益 那么我们不去斟酌究竟有多准确 因为始终都要预计 但是基于这些报告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要去想很多正面的东西 但是同时呢 其实我们都要留意到 究竟在那个消费市场里面 有没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那么有人会说过就是说 哦 其实所有东西不是单方面的 有些时候是另一面的 努动力的供应可能会少了 而引致税收减少 那么这个可能也有很多政府 会去面对的问题 有人会说到就是 医疗保健的经济的比重 和负担增加 那么如果你纯粹从人口的角度去看呢 当然可能是对的 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就是说 人口政策和医疗政策呢 都会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呢 会有改变的 究竟我们昨天在论坛里面都听过 究竟哪个来付款 哪个愿意付款 哪个的责任 这些其实在整个 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 和福利政策里面呢 都会不断去改变 那么另外呢 就是商家和行业对于消费群 那年龄的结构本身 有没有足够的认识呢 都是成为了一个 可能会构成一个不利的影响 如果是认识不足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走错一些路 走一些冤枉路 商品产生产的流通 推广 是否配合到当年代来的年长人士的需求呢 走得太快 可能也都走得 就是真的未必会吸引到人 走得太慢 又可能呢 满足不到市场的需求 那么 诸如此类的一些条件呢 都是我们其实需要去考虑的因素 数龄人士的消费的模式 其实 归纳不同的文献 都反映了在几个大的方面 食品健康 那方面 我们越来越关注 我们关注 食物 怎样叫健康 有些什么食物 是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得好些 保健那方面做得好些 有些内用品 譬如说家居的用品 奢侈品 另外一方面就是休闲娱乐 那么这个出行啊 旅游啊 自我发展这边也都是继续来的强大 我相信有很多的机构都开始去搞 而其实终生学习 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 我们可以去想 或者是一个的发展的空间 有一些是个人形象方面的保养 如服饰啊 化妆品啊 这方面其实我们昨天都看到 有一些的服装的展览啊 都开始吸引到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 那么在香港的中高龄人士的消费模式呢 那么 其实特区政府呢 都不断每几年呢 就会有一些的数据 那么归立的数据呢 其实我们看到呢 这个就是它的食物啊 住屋啊 媒体使用啊 各方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譬如说一些 一些去留意的 譬如说媒体使用 新媒体使用 超过64%的 50岁至到55岁至60岁的人呢 他们里面呢 是有 一个新媒体的使用 那么可能年龄层 在现在65岁以上呢 比较是少一点 但是不代表将来是会少 因为其实我们随着一个年龄群 当它进入另外一个年龄组别的时候 它会将它们过往的行为模式 来带进去 那么所以呢 这个也是反映到现今的状况 那么鄰近地区 比如中国内地私人旅行 50岁以上的 其实佔旅行的数据超过一半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空间和市场 所以整体来说呢 其实我们说消费动机呢 其实在一个熟灵的架构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不同的种类的动机 有一些开始我们集中于 是着重在那个个性的表达 如何去突出我们熟灵人士年龄群的个性 有一些是地位的象征 有一些是个人的喜好 有一些是休闲体验生活的一些的出路 或者是一些自我价值和社会的融合 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种类的消费动机 背后去推动着将来那个熟灵市场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读书都说过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那以前他说呢 很久很久以前就说呢 小朋友就需要一些基本的 跟着你大些年纪就需要去某一层 但是其实现今我们去看呢 我们回头去想 其实每一个年龄层的人 都需要这些不同的层次 从一些基本的需要 随着他个人的安全感 归属感 自我实现 这些都是影响到 我们将来面对一个比较是 年长的人口结构 会碰到的东西 都是一些的发展空间 有些人会觉得 咦 其实 当我们了解这些的需要层次的时候 我们会了解到消费者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或者不愿意 来到去把自己的资源放在里面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可能比较上一代的年长人士 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的背景缘故 他们会对于将来的生活安全感会低一些的 可能他们的消费那个模式 和将来十年之后 进入年长期的人士 那个看法也不同 当然经济条件背后也是一个差异 所以在这些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 最近 在两三年前 Consumer Good Forum 就做过一个研究 他里面 看了七个不同的国家 三千位 六十岁以上的消费者的调查 他里面发现 就是说 年长人士的消费的频率 是较高一些的 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会经常性做一些的 当然 我们说 比较在一些年轻的 因为他们要工作的缘故 他们可能一个星期 或者是几个星期 才可以做一次的消费 但是年长人士 他们可能 他们的生活模式 和上班一族 是有不同的 他们有多些空间 和时间 另外 网络购物 是一个消费模式 开始已经体现出来 但是 有些时候 有些消费者的障碍 在研究里面 都说到 如何去拆包装 这些就是很细微的 市场的公关 要去留意的 有一些 随着身体年纪的状况 影响到的 标签 价格 说明书 溝通的问题 广告中 对长者的形象 一会儿 我们可能在讨论里面 都说到 对长者的形象 究竟有一个 属龄的市场好些 还是用一个 比较包含性 宽阔的市场好些 这些都是 我们看到的 消费模式 和消费障碍的问题 社一联曾经做过 两年前都做过一些研究 总结来说 他说到 需求大 消费力高 这些是主要 看到的 现时的方向 但是同时 很多时候 消费者的经验 就会觉得 要长者友善是重要 走大众路线 是重要 长者雇员提升服务 对于雇员本身 去推广服务 这个重要性是重要 这些都是 在商界 或者市场里面 一些正面 和负面的经验 的体会 总结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 消费项目 和倾向本身 如何配合 将会是 我们看将来的 银发市场 或者属龄市场 消费热点的情况 当我们去看 一个 产品的出现的时候 其实 究竟我们是 用一个什么角度 来做呢? 我们应该用一个 独立的 专门针对 一些属龄人事件 去做 还是用一个 所谓叫做 inclusive 的approach 意思是 包含性大一点 不是将它们 特别去标签出来 这些都是 我们在市场里面 其实 会去考虑的因素 经济条件 产品特性 刚才我们说了 我不多说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去看 新机遇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 那个多元的问题 我们在说 年长人士 不是一群人 而是里面 代表了很多 不同的人生经验 不同的年龄结构 不同的背景 身份地位 或者是社会经济条件 究竟我们的市场 可不可以配合得到呢? 我们的购买能力 本身在不同的群组里面 我们如何针对性 去提供到 不同的购买能力 的人的需求呢? 另外一件事 也是我们将会面对的 就是消费观念 改变的问题 这个观念 除了在消费者之外 在服务提供者 和生产商 都要去考虑 这个因素 用什么渠道 来扩宽呢? 也是一个 我们要考虑的情况 总括而言 这些挑战 仍然存在 希望我们 在讨论里面 可以找到多些 一些新的概念 来互相刺激 可以看到将来 如何应对的挑战 最后这个视频 想让大家看到 就是最后最后的一点 避免标签效应 是我想今天 最后想带出来的 当我们看到 这些挑战 看到这些机遇的时候 如何去提升 他们自尊和活跃呢? 但是反而 不会令到他们觉得 我自己是属于 这个年龄群 我反而避免去进去 而去买你的商品 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今早上 和几位朋友 去讨论的时候 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我会发现 如果将两个人 放在一起 大家同年龄 都会认为对方 是属于比较年长的 不是自己的 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正常的 心理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 我们去 在消费模式的时候 究竟如何去预防 制造一些的产品 或者服务 是标签了 某一些的群组呢? 也是我们要 比较敏感度高的 时间关系 我讲到这里 最后 就很多谢大家 老友记上大学 是我们湖宁学院的 其中一个消费模式 我们有很多的年长人士 是会愿意 来到去 终身学习 将他自己的资源 投放 增值自己 这个就適切了我们 刚才说的其中一个层次 就是自尊的发展 好 多谢大家 希望一会再和大家去沟通一下 好 好 争取时间 好 争取时间 我是Bruce Man 就是从Pontera 我今天最主要 让大家看看 今天的主要 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说一下 我是一个市场的人 我怎么利用市场呢 其实应该如何开启市场的商机 其实呢 我们来看看 要知道要做一个市场 这个 我是叫银发市场 还是应该叫做年长市场 还是 其实我看到这个 今天的大会说的是智灵 其实智灵也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的其中一个点 来的 如何去叫这一班群众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其实我们在过去那段时间 也是 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在学习之中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都是把我们学了的东西 我希望可以利用15分钟 去浓缩一下 告诉大家 但是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市场推广呢 之前一定是要知道 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还有这个市场里面 有没有一些理解 我们是知道的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到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其实以前 我们说的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 叫做最年长的一个人 但是呢 其实现在呢 香港呢 已经是最年长的 百分比上 是最高的 你看到这里呢 看到很多地方 其实香港呢 无论是2013年 到2025年 到2050年呢 是50岁以上的百分比呢 是全球最高的 那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香港情况又怎么样呢 那 那这个呢 就是政府的一些数字来的 我们现在 2017年 刚刚开始了 那其实大家看到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六个人之中 有一个是长者 但是大家看一下 去到2034年 去到2064年呢 已经不止了 已经呢 就是在说 三个人之中呢 有一个人呢 已经是长者 大家可以看到呢 那个叫做 快速的增长呢 去到有多高 那但是其中一样东西 为什么会快速得那么紧要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因为那个 life expectancy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因为 越来越长命了嘛 那个长寿了嘛 那长寿去到多少 现在去看呢 就是说的84岁 那这个84岁的香港人呢 最那个寿命 是可以平均的84岁 而这个平均的数字呢 是比全球来说呢 我们是高速有20%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都再看一下了 那我们知道 那这班人 我看这么多是长者了 那其实我们 了不了解他们呢 知不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呢 他们的 追求是有些什么呢 那我们看一下了 这里有一些资料呢 我们是来自 这个Nielsen 是黎尔森的一些数字 那其实呢 就是看到 也都是一些 高部的一些报告 看到的 那我们看到他们最 concern 就是他们最关心 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去想想想想 可能想想想自己的 家人 或者周边的朋友 那其实 你们去看都发觉 原来是这样的喔 他们其实呢 都会去看 就是 到底 他们年长了 他们能不能够 是自己去 照顾自己呢 另外呢 亦都是 他会不会是 很physically 就是他可以 动得好些呢 还是要不要很多人 要照顾自己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那另一个就是 到底够不够钱 在那个medical上面 够不够 去照顾自己的medical 因为年纪长得开始大呢 可能medical的需要都多了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可能在那个 人生上面的目标 或者人生上面那个 priority 就是叫做 排什么行先啊 那样 那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 原来是他们的physical 就是说他那个 身体上面 或者是他那个 mental 上面的一些 fitness 他够不够fit呢 他脑的 够不够fit 他的身体够不够fit 用得好啊 可不可以多些行山啊 这些那样 那另外就是 吃东西了 吃东西上面呢 就是吃得健不健康 够不够健康 那另一个呢 就是说 他们可不可以 是 spare到多些时间呢 就是和那些家人 那这几个呢 就是他们那个 排的先后次序 而他们都在想 其实是不是说 去到年长 我们就已经没有了 一些人的 aspiration 或的期望 或者其他那些呢 其实 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会有的 那我们讲的呢 其实他们都会期望呢 可以可以 去多些旅行 去travel 可以呢 就是可以多些时间 陪家人 那还有呢 就是可以 真的fit 那其实呢 我想如果是 大家是做商界的人呢 其实就这样 这张slide呢 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的商机 在里面 到底我们 是不是fit 得到 这一班的年龄层的 重要的需要呢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其实他们 会去看的 他们想些什么 他们会买些什么呢 是的 上面的不同 就去看了 他们其实主要 这个阶段 他们多数 买多些 买什么多些 买什么少些呢 买什么多些 就是他们可能是 说一些 食的东西 健康的东西 也都要是低糖 低糖他们很重要 另外呢 就是可能是 一些营养的 supplement 他们都很重要的 但他们相对的 再买少些 就是说 巧克力 一些零食 还有一些 可能是 一些糖分高的东西 或者一些 罐头食物 这些都不是 我们的对象 需要的东西来的 那其中一件事 很有趣的 这个我们是一个 很新的一个 调查报告 得出了 我们看看 到底其实 不同阶段的人 他们怎样去看自己 那个 心态 其实我们常常说 态度 就是决定一切的 其实 刚才 我认为 我们可能 两个人坐在一起 大家总会觉得 对方是年纪大 过自己的 但其实 你看回这里 你看到 原来 50至59岁的人 其实少过 30%的人 是觉得自己 是getting old 其实 一般 他都觉得 我不觉得自己是老 还是可以 可以stay young 其实只有30%以下 是觉得自己 对了 开始有点老了 这个就是个心态 如果我们知道 他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要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好不好 刚才好像 教授所说 我们要标签他们 其实真的不需要 因为其实 很多年长的 可能他们的活力 比我们还要好 然后我们也说 其实 这些年长的人 他们会不会 上网 但其实 大家现在都知道 很多都上的 但上的情况 是怎么样 我会看到 是一年一年增加的 无论他们是 每一天上 或者他们喜欢上网 的频率 比以往是高 我用这个 叫Facebook 就是做一个例子 他们上Facebook 是做什么 我想大家很多人 在座都会玩Facebook 其实 你们玩Facebook 大家玩Facebook 是跟不同年龄层 大家都是差不多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 例如 可能我们说 会不会 那些人是会 comment 或者给一些意见 那样 看到一个post 然后就会comment 是不是值得 年轻人才会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很多 这个是说 55岁以上 其实他们都会 做comment 他们都会 喜欢like 喜欢share 东西出去 喜欢share东西出去 的情况 跟一般的 年轻人没什么分别 还有他们都喜欢 就是看promotion的 亦都是会 但是对于 广告上面 去看广告 相对是会少一些 因为这个的看法 就是大的灰色位 就是说的是 大众的人的 而深蓝色的位 就是说的是 55岁以上的 朋友 他们的活动的情况 在Facebook 所以大家 不要dismiss了 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朋友 在这个Digital上的需要 还有在Facebook上面 他们都很活跃的 好了 刚才说了一些 在这个市场上面 很有potential 亦都是了解 多了一些 在这个年龄层的人 他们的 习惯 或者他们的需要 那我就尝试 就是用一个 叫做 在 宣传活动上面 有没有一些 案例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 那 其实呢 就有 少少的分享 这个 分享之前 这几个重点 我觉得很重要 其实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自己都碰了很多钉 因为有一些 我们自己都好像 标签了 这个年长的人 就是 年长咯 但是其实 是不是真的 这么年长呢 其实看回 其实绝对不是的 我们原来 中间过程 我们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和很多的朋友 去做很多 聊天 了解 到底他们需要些什么呢 他们怎么看 怎么想的呢 其实有几个重点 我们做市场的 推广的人 是一定要留意的 首先 我们要 vibrarance 就是说 是要 他们很活力的 我们不要想着 他们只是在家里坐 或者一个方面 但是当然 你不能给他们一些 很激烈的东西 但是你以为 让他们看到 你们还是很活力的 因为事实真的很活力 你不要让他们 标签了 觉得 只是坐 走公园 其实不是的 另外就是 但是 在那个message上面 就是说 在那个推广的 字眼上面 我们一定要很简单 很simple 好 不要想着 说一下很多的故事先 然后呢 就进入一些的意思 但其实一定要很直接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想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会 有那么多时间 慢慢听你说那么多 总之是 你总之要直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 要有一些 他们很相信这个叫做 是建议的 我们叫做 personal testimonial 不要只是 你这个厂家 去说 我们好 我们点净 但其实呢 是要由一些 他的朋友 可能他认识的人之中 告诉他们 喂 这一样东西是好的 所以那个personal 的 testimonial 是很重要的 而另一个 就是要 relevant to他们 和ageless 你不需要 刚才Professor Lai 都提及过很多次 就是不要标签 你没有标签 这个就是 给你的了 就是给你是 是年长的 还是什么 其实是不特别 需要标签他们 那你也是 要让他们知道 这一件事 和他们是有关系 这件事是给你的 是关我事 我们说的 是for me的一个推广 这样 例子 那我分享 第一个 那其实呢 很简单 其实这个大家不知道 知道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 吸塵机 这个吸塵机 其实就是 有个品牌 它也是 有很多的 学习 学习了很多 而里面 它看到 就是说 这个是全世界最轻的 一个吸塵机 这个全世界最轻的 吸塵机 它是怎么样呢 它在重量上面 和在功能上面 都符合了 这个年龄层的需要 会轻很多 而且功能上面很简单的 但是它会不会特别 告诉你 我这个是给你的 也都不需要 其实自己懂得去找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全世界最轻的 一个吸塵机 第二个的分享 就是说 sorry 这个是楼姐错了一个字 这个是说 一个雪柜 是一个雪柜的设计 雪柜的设计 它说的是 高度 和温度 都是有关系的 雪柜 它说是 很多时候 很多女人 女士 会去开雪柜 做事 那它就会 刚刚说的是 日本的女士 大概90cm 都在这里 所以它 就是会 那个高度 放一些 可能是蔬菜 或者经常要用的地方 的物品 在88cm 高度 那个位置 就是放这个格数 而另外 也就是 温度 也很有研究 它就是说 只是负三度 不会太冷 因为负三度 放东西 都最好 也不会太硬 那方面 也会让他们 买多些东西 放在雪柜 那里 就可以随时去用 第三个分享 这个就是 我们公司的品牌 就是安宜 我不知道大家 有多少人认识 安宜 其实我们其中 有一个 的 口号 叫做 冲破年龄 活得起劲 其实 正正就是 你不要想自己多少岁 没有关系的岁数 总之最重要 我们就是要活得起劲 那其实我们的重点 就是说 希望大家 就是要 move in 动动多些 那大家呢 其实大家仍然是 年轻的一代 那其实都不要说 去到 年纪大 其实总之要move in 还有呢 就是 亦都有很多很多 很简单一些的 叫做 不同的人 就是去推介 还有他自己 说回他那个 生活的模式 这样的 那我现在 今天也有一条片 想share给大家看 那其实呢 就是正正就是 代表了这个 年龄层的人 他们怎么样去move in 是令到的人生 更加精彩的 那麻烦去片 年龄绝对不会造成任何限制 或者障碍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 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去move in 到从未气馁过 我说我三上哭 我想三上哭 一定要有到息为止 自己读书 读得少 没办法 但是这些硬件功夫 老实说 你行不行 我没有你不行的 我最多是来少少 如果我爸爸 85岁都可以 踩长途单车 我没有可能不行 我觉得其实踩龙周好玩 就是人多 你要互相合作 年龄大不是问题 很努力练习就可以了 我觉得其实年龄 不是一个障碍 或者界线 去理定你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你不可以做些什么 人吗 你不可以做些什么 每一段时间 要你够人 想做就去做 不要辜負你的夢想 整個都可以了 不管你,沒理由不行 大家有空可以上網站 可以看到更多活出氣勁的故事 下一張… 多謝大家 這是我的智靈媽媽 多謝大家今天來到 很好,今天聽到Professor和Bruisman分享故事 我認識了Bruisman一段時間 其實現在看到商界的朋友 都開始意識到智靈的市場 分享一些故事 其實我昨天看到蘋果日報有一篇 關於西環有一個 好好生活的一個朋友的故事分享 其實她說她本身 昨天報紙裡面有說一個很重要的 突然間我發現標籤這件事 其實說回HuHuHuLive剛開始的時間 她在店舖外 打算標籤了這個是長者用品 然後發現生意真的不是那麼好 因為原來你標籤了一些長者用品之後 那些長者,即Yan O,是不會進來的 其實等於我昨天跟家人吃團連飯 做一些搞團連飯 我聽到一些舅父在這裡說 香港有一間家搞旅行團 專門搞美食團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專門的99元 就載你回國內 去有一些美食團 我的美食團會不會標籤是長者美食團 不會吧 但其實朋友會對好入座的,可以的 其實你不需要直接標籤 說是長者的甚麼 其實Bruisman分享在日本 或者其他地方的禮資很好 其實大家商界發覺這個商機之後 我想Gap除了產品以外 是宣傳的方法 大家不要用以前的總括者Bruisman這樣說 你標籤它,我以為它一定會知道 反而你越說 它越覺得會避開你 那我再說一下Panel的問題 其實我們大家 我們經常都說要有四件事 去令到整個社會更加好 就是工商文學 就是政府要做事 學術界可能Daniel也會有很多研究報告出來 市民可能大家會知道 但為何一直以來大家會去看 為何商界講了銀化族市場 這十年來其實都未去到我的位置 可能或者 Professor去分享一下 或者Bruisman分享一下 為何還未到 為何除了先大家分享都很好 我跟老闆聊天都不覺得仍然是市場 如果我從學術界的角度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學術界很多年前已經開始研究 人口那個年齡的改變 那個問題 我們有一些專門 可能名字都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英文就好一點 沒有老的概念 叫Gerontology 或者中文叫老齡學 但問題就是對於年長人士的研究 很多年前已經開始 但我相信其實在現今社會裡面 我們仍然都面對一個挑戰 第一剛才說的 對於年長人士的所謂標籤和歧視 即是現在負面看的歧視 令到很多人都不願意走進去群組裡面 而在另外一方面 我會覺得會不會其實在社會裡面 直至到現在為止 之前可能就是對於人的能力 或者是年齡的改變 而帶來一些需要的敏感度不足夠 當然如果你說從商業角度 可能短期的目的就是 我可以看到一些年輕的年齡群 可以很快地有回報 但是可能要去建立一個消費群族 針對一些熟齡人士 你可能要早很多來開始 那會不會在這方面呢 那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問題 我覺得 Busman 同意嗎 我也絕對同意 我想其實在商界 應該是大家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大家可能看得比較短視 眼前的 其實大家看到如果 其中一件事我們做市場推廣 其實一件事就是要看市場的潛力 但如果看到潛力是這樣 其實沒有理由是不做的 但是可能很多時候商界都會比較看眼前的 立刻的 return 而將來的可能看得少一點 其實我想是說銀發市場 其實十年前真的開始都已經說了 但其實說起來都是煲不起的 所以我想在商界上面 我也看到一些的分享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市場上 大家都在說start up 是要做一個start up的mindset 就是很多年輕人就去創業 當去創業的時候 那幫人其實很多時候都很年輕 90後各方面 90後那幫人 他們一想的是創新 一創新就會想到很年輕 或者是年輕那一批 但他們就未必會去想到 市場上面的潛力有多大 所以那個努力很多時候都放在那邊 但其實我們剛才今天也有大家分享 其實無論你start up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商業機構 其實現在有任何的產品 只要你是擴大多一些 是不要excrute了 或者是拆開了 這些我不是給長者的 其實只是想多一步 是include他們 包括不同的年齡層 其實已經OK 那就不需要說 我現在做的事情特別 只是給你這班年齡層 其實因為大家的心態 都未曾去到說 我真的很老 所以其實應該要轉一轉的mindset 是 我覺得10年前和現在 我自己做很多 我們做市場合作的事 看到很多現在踏入50歲plus的朋友 其實是跟以前最大分別是甚麼 是非常之 well educated 以前我記得我爸爸媽媽 他都一直去聽買產品的時候 是很相信朋友的推介 但現在我覺得 這一代的年齡層 去到50plus的 最大分別是甚麼 是會主動自己去尋找資料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剛才說到一些start up 其實我們上次B Corp 有一個其中的co-founder來香港 就是說 英國有一個很明顯的trend 大家都看到 原來大家不知道 有一半的start up的老闆 產品是50plus以上的 去英國 而說到甚麼呢 其實可能英國也是一個 去踏入開始畢業的市場 其實那些產品 其實最由心出發就是 去到可能快要50歲了 可能大家有些管理 去到我認識很多朋友都是 現在剩下了一份工作之後 去開展了自己的第二份職業 就是有沒有一個可以幫到社會 而他也可以完成自己以前的一些小小的理念 這個是挺有趣的 剛才我也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教授說的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我都看到是終身學習 就是這個Active Aging Institute 裡面的一個理念 就是其實現在是否看到 那些50歲的朋友 去過終身學習的心態 跟以前很不同 就是50歲之後 我相信其實不是只有50歲以後 我們會來學院有一些75歲的畢業生 有些80歲的畢業生 其實就是反映到 現今我們當在社會裡面 多一些機會 多一些選擇的時候 有很多的朋友 當他去到某一個年紀群 他多一些時間 多一些空間 他就想到 除了一向傳統做的 可能以前是養金魚 走公園之外 他會覺得 我時間可以去學多一些 我以前沒有機會學的東西 或者是去 我經常都說 要有好奇心 Be curious 我們怎樣去刺激到 這一班的朋友 他們對於新事物有興趣 而去嘗試去了解 未必是學一些很高深的學問 但是他在這個時間的運用上 學到一些東西 是可以 除了自我價值的認同之外 亦都可以去幫助其他人 用到他們的 學到回來的知識和經驗 這些都是在現今 在一個成熟型的社會裡面 越來越碰得多的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 很感動的 就是我們活靈學院 做了一些誇代的遊學團 大學生和一個活靈人士 有一些活靈人士 六十多七十歲 大家一起去新加坡 做一個遊學團 做一些考察 回來之後 那些活靈人士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基金的贊助 他們回來跟我們說 跟那個贊助人說 其實將來對我們來說 我們負擔得起 我們有興趣 我們有時間 我們負擔得起 你不如把資源放在大學生那裡 我們願意放在我們的時間 和資源來用 其實就反映了 在裡面 我們真的面對一個不同 跟以前不同的年齡層的分別 是的 就是 一代 我想 年齡層的朋友 就是五十多那些 其實那個 興趣是比以前大很多 也有看過一些報道 其實也有幾樣東西 可能政府也要再想一想 以前 去提供一些班 給一些年齡層的朋友 就是從一些NGO NGO也有一個面對著問題 就是說 搞這些班 給一些年齡層的朋友 永遠 學雅是供不應求的 尤其是一些Digital的東西 就是說電腦班 永遠 開幾多班都是充滿的 其實正正反映了 其實 現在開始年長的朋友 學習的心 跟以前很不一樣 就是 其實 我已經不是在我爸爸這樣下去 樓下公園下棋 有沒有多些活動 可以互相感到我 我想正正這些可能是雙機 或者我們在市場方面 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經常都說 好像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經常去想 有生意就是一定是年輕的那一群 沒有可能是年長 Bushman 你認識這麼多 貿易的朋友 你怎麼看呢 其實當你跟他們說的時候 他們的心態是怎樣呢 他們未必是老闆 他們是打工的 其實挺有趣的 我想告訴你 因為其實例如 我想是早幾年 或者甚至現在 有時候都會打工 做Marketer 他們會挺抗拒 做成人的產品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 咦?不夠型 其實都會有這件事 可能是做成人奶粉 會悶一點 其實我們說你的心態要改變 現在已經不同 你不要再想 其實是 你只是 好像說是行公園 養金魚 其實就已經不是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推廣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自己明不明白他們 所以我想是 需要在 某策略 或者是公司的決策人 到達到去推廣上的 推廣的人員 大家的心態需要改變 不然的話 都會停留在某一個位置 你很難可以推廣下去 我想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個叫做選擇 很多時候 在年輕的一群裏面 他們很多選擇 但是 我們說將來的市場 和現在的市場 在現在的市場 屬靈人士的選擇 其實相對是少的 那麼 這裡就會令到 有一個空隙在裡面 而將來 反過來就是 將來的成年人 或者是屬靈人士 他們會看到 我將來有沒有選擇 那麼這個也是市場 一個很大的潛質 那麼 我們說 人的需要 其實無論是 衣食住行玩 我經常都說 衣食住行還有一件事 就是玩 娛樂 那麼在這幾方面 不同年齡層都是 我們未必是要求 個個都去跳傘 不是個個都要求一些 好新好新不同的東西 其實當我們去進入一個 成熟年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求的就是 在現在的市場裡面 有沒有一些選擇是適合我的呢 未必是專門為我 但是都適合我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想 那個空間在哪裡 和缺乏的地方在哪裡 我再說一句就是 如果是從一個做貿易的人來說 我很多時候都會鼓勵一些 年輕人 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如果你現在 可能不是很多人 在做這個叫做成人市場 那麼其實 你會看到日後那個的 potential是很大的 三個人裡面有一個 就已經是長者 現在六個一個 你想想那個potential有多大 如果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去學習 去學多了 去了解多了 然後到了之後 有些人才再進入來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Marketer 你已經是experience在這裡 你已經起飛了 別人才開始去學習的時候 其實這個concept 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會有一些改觀 所以其實是應該要擴闊自己 不要只是限制在 某一個年齡層的一些學習上面 應該自己也要擴闊自己的看法 而去接觸多一點 而Marketer事實就是在這裡 我覺得今天很好 我們有一個討論 亦都配合大會主題 Golden Age Expo 其實我覺得是比 接下來我們Yan O多一些選擇 其實未必是一些很新穎 很新潮的東西 而是剛才的Professor說 衣、食、住、行、玩 最重要是玩是有選擇 我經常說 譬如現在我看到市場上 其實好像我認識的朋友很多做 Startup 我以前跟那些做地產 他一開始不明白為何做 Coercing Space 好像很有型 三年前他不會覺得認同 但現在他們會覺得 他無緣無故自己拿一層來做 Coercing Space 因為看到旁邊都開了很多 Coercing Space 他覺得很有型 很好玩 但其實如果當更加多商界的朋友 老闆或者Marketing 可能打工 他意識到市場來到的時候 其實他看到的商機 會提供更加多選擇 給我們這一代 接下來的Yan O 所以我覺得很好 今天的Golden Age Expo 譬如今年我知道 今天擺放的Experty Bitters 是比去年多 其實很多選擇給了大家 也很感謝今天Professor和Boisman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關於黃金市場的機遇 希望接下來我們見到香港 更加多一些選擇 給我們50歲Eplus這一代